厉害 焦鹽竹虫88 焦鹽鸭液35 还有焦鹽鱿鱼酥45 厉害 它是滑,但有点黏口的滑 是小时候去喝茶吃到的那种 回来游玩,住这个酒店也很方便 不含停车票 今天是星期日来的 130元 不包早餐的大床 23平方米 油窗 现在我们看出来的街景 首先谈谈双皮奶 最近的双皮奶都多 都是那句 讲到最好吃的真是溪底 顺德大良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又来到星期日 一到星期日 我就会和老婆到处去 基本上我们星期日都不会留在广州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佛山 又来讲一些长气东西 众所周知佛山 顺德、南海、三水 还有很多 高明都算佛山 全部合併在一起 他们所谈叫散庄佛山 没错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旧佛山 现在我们叫做禅城 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想我看这个频道的观众 应该都知道佛山 但未必知道合併在一起 这回事 不出奇的 有时候我们在社交媒体 找好东西 都是搜索佛山 看完 这间挺好的 一看 在西朝 西朝和这里不同 一不就信得 还要是很远的那些 没办法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很近体育馆 叫做体育三路 我们前面一个海鲜手家 饮早茶 实在多 哇 很夸张 但又有很多新派的咖啡店 老城区 真真正正正佛山老城区 在角落头又会找到一间咖啡店 那么在路上走着 又会见到小朋友 穿上 unity& cult的衣服 应该在他们前面 at theakat 我估认 再来 这里停车便便宜 这里第一个钟头收 10元 半个钟头收 三 denkt 对呀 每时10元 真的没有说错 原来这里就是一个 圣诞在这儿 究竟是比赛 还是还是 我估计是等比赛 对面就是佛山乐园 这时候是开张的 在佛山你随随便便都可以看到很多这些 老板在等吉时 吉时一到就在这开张大吉 对面就是佛山乐园 游乐场来的 有没有来过 我没有印象 还有个摩天轮 有在这游过水吗 有一次我们自己过来玩 是吗 没什么印象 我记得在游泳 看里面又露 这条街这么多的咖啡店 这个不是 这个是剪头发的 如果要找回广州老城区的感觉 但又不是西关那种逼逼杰杰 其实来到蚕城 以下统称佛山 不会再说蚕城了 真的来到佛山会比较多 那些树木 那个龙眼树 有没有买 佛山这些餐厅 就算是这些新派的 装修也很特别 被迫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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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子发财 这些是茶餐厅 装修挺特别的 应该还未装修完 我猜 不知道 好了 我们又找到座位了 现在已经是接近11点了 这里有得喝茶 又有得吃饭 旁边还有海鲜市场 又来到眼花疗园独餐牌时间 我们主要是想吃点心 但是如果再等小小时间 去到11点 吃一道菜式问题都不大 早上吃粥 价格是10元 这个面很厉害 这个是牛腩湯面 应该是 顶点18元 合理价格 牛肉球 近期很久没有吃过牛肉球 顶点18元 甚至乎炒牛河炒面 都是顶点的 而且是点心9点后供应 将餐牌回来 这边就是一些经常吃到的点心 虾饺、排骨凤爪、烧买各种 都是顶点18元 特点14元 还有这道茶位便便宜了 2元一位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核桃包 蒸馒头 这些价钱极为适宜 因为早餐和中午饭一起吃 我可能会吃过腸粉 吃过腸粉、粥油炸鬼之类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菜式 让她看看 我再看看这个大餐牌 这个大餐牌不是点心的 老婆已经看好这个 麦汁叉烧28元一例 还有其他海鲜 这些不一一细毒 还有乳鸭35元 又或者是炒牛肉也有 炖竹丝鸡15元 汤也15元 挺好的 芫荽豆腐汤 我最记得了 因为我妈是佛山人 她以前常说 热气煲芫荽鱼头豆腐汤 那就好 正 可能我们待会在海鲜市场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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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还有沙姜猪卷 哇,上面很刺激 梁瓜牛肉38元 真的跟昨晚我们去的大排档 差不多价钱 差不多消费 不过这里又坐得舒服点 小小小说给大家听 其实昨天算不热 否则我一定不会去的大排档 好吃就好吃 没有冷气的 说回这里 哇,很厉害 焦鹽竹虫88元 焦鹽鸭液35元 还有焦鹽鱿鱿鱼酥45元 厉害 炸山豪38元 还有贴板珍珠蚝鱼鱼鱼青帆 大多数价格40多元 性价比高 来佛山普遍多食物 但它不同信德,信德较较较 佛山这边真的挺像广州 但相对保持得比较传统 好了,我们的食物又来了 我们点一些现场制作的点芯 为何会这样呢? 因为如果是一些蒸的点芯 在所难免的,老实说 所有茶榴都是 可能会蒸很久 但腸粉这些不会 今早一早做好 也会有,但至少这些不是 蝦蝦 这些腸粉是多少钱? 18元 蝦腸18元 价格很正常 就是我们小时候爸爸 带我们去喝茶吃到那些好蝦腸的感觉 蝦会掉出来,很正常 腸粉很滑 又有九黄 我们是中午家早餐 现在过了11点 刚好11点11分 好吃的 它是滑,但是有少少黏口的那种滑 是真的小时候去喝茶吃到那种 我说传统,我不是说新派那些 分了两种 第一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去喝茶的那种肠粉 就是这一种 第二种就是街边肠粉店 那些是会搭在一起的 那些是要吃那种感觉的 这种就是 餐厅茶榴里面那种传统的肠粉 餐厅茶榴就会这样的 因为以前服务好一点 还会另外拿一个豉油倒 现在也是喜欢自己倒腸粉 豉油 这样的 这些蝦很漂亮 是的 以前小时候 跟爸爸喝茶 跟他人家喝茶 有一碟蝦掌吃 很开心 拌均匀 我们所有点心都来了 老婆叫了一个蝦餃 还有一个牛肉粥 多少牛肉粥 牛肉粥多少钱 14元而已 对 还要像顺德人般配一碟豉油油 我们叫油炸鸡主要是配 因为有粥而已 我快点吃一碟腸粉 真的很吸引 腸粉 我已经吃完这些腸粉了 好吗? 吃完 吃完饭 喝完茶之后 我们在附近走 听说旁边还有个海鲜市场 这样才说 粥我先放起一碗 油炸鸡 等待粥放凉了才吃 在这个时候 我就试试虾鸡 虾鸡是虾鸡最贵的 22元 有四粒 老婆已经吃了一粒 大家可以看到 一夹起身 我的筷子已经没有碟水了 都不会黏着的 先头想着 点心的时候 都不要叫蒸 但我刚才去西方 老婆点了蒸 我都大夫叫不住 吃下去 老婆她说多好 整粒等口 虾鸡给我吃了一粒 爽口的 但有虾鸡皮 不会黏口的 最重要是皮 是没有裂开的 吃下去是有汤汁 但不算是有很多 那种 控制得非常好 而且那粒鸡 也是很好吃 接下来到这个了 油炸鬼 油炸鬼 吃也有考究 首先 太油肯定不行 现在油炸鬼 大多数都不太油 不过 夹起身的时候 不会有那种 表面很硬的那种感觉 至少没有 吃下去是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 试试吧 先头我们在点食物的时候 跟隔壁阿姨吹水谈了很久 她们的生活 跟我们在广州的退休工人 是差不多的 早上喝茶 喝完茶 如果要臭酸 就臭酸 如果不用臭酸 就在市场行买菜 买完菜 天气好的 就到处走走走 油炸鬼 我试过 怎样说 中间不算很通心那种 这里也看到 我先拿一只羹 它里面不算通烤 但外皮还保持着挺脆的 不得不提 就是鲜喉 我都没有为意 原来粥下面 是有窩蛋的 老婆拌开了 多漂亮 我继续吃油炸鬼配粥了 就是这样 正如鲜喉所说的 餐厅里面也是这样的 这种油炸鬼 它又不会说里面 空洞或是适合炸 这个必然 或者上来之前 烤焗 不出奇 别管它了 我先夹一件新鲜牛肉 试试 老婆说很好 接着呢 点这个是吧 很咸 很咸 不重要 今天这些东西 碰心不算咸 很咸 很滑 牛肉 火控制得很好 又不是点腌过那种 轻轻腌过 很咸 而且油不太咸 而且呢 因为加了蛋 所以滑很多 其实都不贵 其实它做得很好 而且在这些尺寸 有一些 所谓的新派 做到拳头 那么大一粒 其实皮 它为了不爆 会做到很硬的 这个其实是不会的 不爆汁之余 没有烂 之余 还要不是很硬的皮 我很怕那种 甚至乎宁愿 那只虾狗爆皮 我都不喜欢它的皮很硬的 这个肯定完全没有这些问题 继续吃 真的挺好 这个 又可以有爽脆香脆的口感 不油 又不油 不油 最重要 又既然是这样 就说一下交通路线 来这里最近的地质站 是祖苗 只要步行 8分钟便能到得到 就是这条路过去 就是这条路过去 一直走 一直走 8分钟便能到得到 还有这里去柬村也很近 至于我刚才指着这条 叫什么路呢 就是祖苗路 是的 我们所在的位置叫 惠国路 应该没记错 惠国路 是的 惠国路 好了 我们吃饱饱 最终买单是66元 我们在附近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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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茶位2元 就是2元一个人 值得吃 那附近走走走走走 我们经过这个农业银行 祖苗路74号 这条路 这条路很有建筑 很有很特别的建筑风格 农业很多那些 那些总行 就是每个城市的支行都是这样 广州那间都是很有特色的 如果在这些地方走走走、举 Walker 随便是祖苗 其实现在没有计划过去祖苗 1988年落成的 这是柳燕楼 计划进行过去是这条路 真的有 海鲜市场 我先下面在飲茶时 阿姨和我们来讲 这条路 1972年 说你可以 erased海鲜市场走走走 为什么我们刚才吃飞那些地方 存在这么多人呢 其实就是因为这里是海鲜市场 但這裏應該沒有加工的 應該沒有的 這些市中心都有海鮮市場 早廟的隔壁就是整個額頭在這裏 你說跟我們去到海邊比 當然是市中心 不用走那麼遠的一席 48 這隻好吃 48 海鮮市場就不算很大的 但貨物的種類都很齊全 而且現在這個時間 因為已經差不多12點了 沒甚麼人買都很正常 我還看見有蠍子 不過畫面過於震撼 大家就不看了 這個是賣生蠔 還有鮑魚 生蠔 很多都有的 真的很難 通常這些小巷裏面 都是那些停車場 這些那些 都有海鮮市場 算不算是最小的海鮮市場 都不出奇 還有隻貓 經過不遠又出回大路 這裏 真是一個很小的海鮮市場 這裏裏面還有室內部分 但裏面好像多不多人 你去看看 看一眼而已 至少下次來到 我們如果想買海鮮 如果的話 也可以走進來 地下都算乾淨 真的沒甚麼人 中午沒甚麼人 全部老闆都收了檔 還有賣雞 白切雞 沒有西浪市場 24小時這麼熱鬧 當然 始終佛山常住人口 肯定沒有廣州多 這裏是很正常的 例如有雞蛋賣的 昨天我們市場 都沒有賣到雞蛋 因為造型很貴 都不知為何 不知關不關 上邊下雨的事 大安道理 雞蛋難道這麼遠運過來嗎 通常都是清遠的 斷斤賣的 鵪蔥蛋 各種 9元半 9碗 3元一個 對呀 很漂亮 給兩個 很漂亮 我們買衣麵 買到這裏 對呀 漂亮 這些熟食店 有衣麵買 竟然買衣麵來到這裏 為何不是回經濟買 經濟沒那麼便宜 我問過 而且經濟那些是很大份的 整個這樣吃 這些 阿姨就說了 一碗就剛剛好 在廣州反而其實 並不太高 這樣一個個 買衣麵都很大 跟廣州的道路 相比之下 這裏這些 是否闊很多呢 還有它是有很規範的單車路 那些快递哥哥 外賣哥哥 都是走完單車路 挺好的 好 我們現在先去拿回車 車就停在 我都不記得在哪裏 大概這個方向走進去 其實我們想在附近 找一些地產中介譜 但真的並不太多 少立譜 找到很多 阿姨說 先頭我們吃飯的阿姨 剛剛說裝修好 九十方 九十平方米 九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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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裏面都整 八九十方 即是一萬元都不用 意思就是 一萬左右 先頭我上網看過的 有些比較二手 比較好的小區 從我的角度判斷 都是萬一二 但實際當然是去到現場為準 而且始終不是太熟 如果我們走過見到 可能會看 但是相比之下 佛山這裏居住環境 就確實好過廣州老城區很多 喝茶的又有 又不會貴 好像先頭我們去的路規劃又好 路規劃又好 停車又方便 樹木又夠多 醫院又夠大 是啊 一樣都是比較齊全 就不用說是都要回到廣州 地鐵 而且在這裏 坐地鐵 走路去 走路去 總廟站坐地鐵都好 幾個站就回到三十元 即是我們昨晚去那裏 幾個站 真的 剛才那個飲茶都說 醫師都說他經常去三十元 是啊 而且還有一個事情 我們這次是開車來的 其實在這裏 開車回去我們家 和坐地鐵 其實時間是差不多 坐地鐵會慢一點 慢一點 幾分鐘 差不多 十分鐘左右 這裏是挺方便的 而且飲食習慣 又是跟我們廣府人沒有什麼分別 那些溝通方式 思維方式 亦都是一樣的 所以無論是回來自業 又或者回來遊玩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一些小區做得挺漂亮 油到顏色 沒有遲到我們回到市中心 那些年七八祖 即使是這麼舊的也好 又或者有這些 連有米師傅也有連鎖式的 煲仔飯餐廳 一直都想試 這裏就是我們剛才喝茶的地方 旺旺海鮮酒家 中午喝茶到兩點 挺好的 旁邊就是百花酒店 如果回來這裏遊玩 住這個酒店也很方便 不含停車票 今晚 今天是星期日 130元 不包早餐的大床 23平方米 又窗 即是現在我們看出來的街景 即使是最貴 我們跳到最貴那裏 700多那些不看 最貴是情侶房都是176 又或者40平方米的房 都是176 通常我們選酒店 第一個就是股自然要乾淨 第二個其實最重要 在鹿城區 停車方便 又或者附近多食物 就是這樣 這個應該是不錯的 還有免費停車 我們經過佛山樂園 先後都經過 既然這樣又進來看看 最吸引就是摩天輪 不過看上去好像沒有開 還有今天這麼熱 反摩天輪 當然是不別 不過公園裏面 人就不是太多 始終天氣炎熱 也有少許小朋友在這裏玩 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是旋轉木馬 還有這些車 30元一次 就可以在公園遊玩 不知大家以前有沒有來這裏玩過 老婆就慢地說 以前我們來過 但我真的沒有什麼印象 帶個女兒來游泳 她說 好 公園走完 裡面的樹斬了 很熱 我們又想找東西吃 應該來說是我又想找東西吃 剛才你說飽不飽 都不是太飽 我們去吃雙皮奶 慢慢都想不到佛山 這裏也有一間吃甜品 吃我們南潘順這邊 甜品好的餐廳 去到再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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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们又回来接近南风古造这边 在鲜下驾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我们过来吃双皮奶 同样都是老城区的 对面的传统足声面 如果今早不是吃早餐 可能会考虑一下这间 一家房吃得挺开心 太复杂了,我都不记得叫了些什么 双皮奶,红豆冰,没有雪球那种 两个都是3元,另外那个是8元 总之给了14元 双皮奶已经是最贵的,最贵的都是8元 我们还看到老闆在做那些漂亮的红豆 这样做的,还有龟苓膏 不是,我们看社交媒体知道 冯记这里的 网上那些社交平台大多数人都这么说 都很正常的 对于一些比较出名的 但是都是由小吃到大的甜品店 他们觉得不好吃的 说得很差的 但是新法国那些都是由小吃到大的 说得很好的 那 是的,吃得好 其实广州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也不怕说 真真就是,其实不是那么差的 跟以前比 是贵了 对,是贵了 是贵了 是贵了 包括,我刚才说的 在佛山这边,蝉城 这边吃洪水最出名的就是 应该是辉记 那间是红柿 是的 是的 那间是未红 但是价钱是非常经济实惠 不过,说到辉记 真的很出名 连我们上次经过香港旅游团 都要带一些游客去那里吃 那当然自己消费 吃多少 你自己看数 整个旅游团 整个旅游团在那里 整个大巴 整个香港人都在那里 是的,真是厉害 那我们等下来吃 我们的食物到了后 真是快手 这个红豆冰 3元 是的 这个又是3元 这个你可以加椰汁 是的 这个是8元 最贵的这个是双皮奶 很正常 这个加上14元 我最期待的是这个 它的红豆很融 我们看见 就放在桌面 又有一盒 这个是3元 试试 这个是没有加椰汁的 嗯 很舒服 热天喝一杯这样的 冰冻 这个又是凍到透心 可惜没有加椰汁 老婆在说 但也不影响它好吃的程度 这些就是没有负担 又叫它炸鸡翼 就顶不住 热天也是这样的 热天怎样说 喝水多 都是说过 鸡鸡 你想怎样 不太甜 很淡 这个双皮奶 很浓奶味 首先 说一下双皮奶 最近是双皮奶多 都是那句 真的 说到最好吃 真的是溪底 顺德大量的 但又要考虑到 价钱 地段 还有旅游区 都好吃 它是这种稠的 都是这种很传统的做法 可能里面有些小背方 各有不同 但不得不提 就是因为小店经验 只有老板娘一个在 在这里负责心 以及制作镜 所以 就要有耐性 而且等老板娘一出来 就马上下单 还有它们这里 是没有那些 扫桌面下单 是一定要老板娘自己按键 这样是值得赞的 够传统 嗯 那些豆很漂亮 是的 我都觉得 因为在桌面看到 哦 最好吃的就是把那些豆拌出来 只是喝一口 嗯 那些红豆是 是很烂 但是又不会融了 好像变成糊 不是的 因为煮这些很考功夫 我继续吃红豆冰 你不如再加一匙 那些红豆很融的 那些红豆真的很好吃 它又不是破坏了 真的 还有咬口 嗯 那些吃饱饱 老婆反而对面 竹星面感兴趣 吃就不吃的 又说一下交通路线 来这里最近的地址 叫做石湾站 如果是步行的话 11分钟就会到的了 路上都是有树荫那种的 如果你可以去南风 古造游玩园 再过来吃个甜品 都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南风古造 它分了几部分 一个就是可以进去看看 古造那条龙渠 其实石湾公园 公仔街更吸引 但是鑑于我们上次已经去过 就不得了 而且真的没有什么购买 有什么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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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们没有购买 因为它不是说你捧一张桌子 在家那种的 它是有那些小小的公仔 很精致的 很购买 应该来说是这里最便宜 还有一个比较便宜 波鲁冰 4元半一杯 又或者这个 这个是说他们 十周年电兴 那些公仔很有趣 至于竹星面 就是对面 什么 是的 它们的炖蛋也很有名 又是很便宜 一元一碗 真的吗 我看小龙书上说的 就是这个竹星面 喬兴 传统竹星面 至于这里 就是我们刚才吃饭的地方 他们有些水牌 不可能全部都是 有些食品的单价 还是用无不字来写的 景波 我们吃饱饱了 陶瓷公仔街 就应该不会去的 因为都去过好几次 以前未开地铁的时候 都常常去的 不过就麻烦些 那时候要在客运站 坐那些长途大巴掘 不过不需要很久 现在就方便很多人开了地铁 开通了地铁之后 坐到石湾站 很容易记忆 还有我们有了人 别人居民区 我们想找一下 有没有房地产中介 看看一些楼价 但没有 先走走 先让阿伊说到我们 心动动想看 怎样有个G字 其实选择这些都可以 因为这种虽然是旧 但不重 不同 回到广州的 癖癖癖癖的感觉 一条街多舒服 车喜欢点停就点停 也不会阻止到别人 挺好的 就是楼圆四街楼链 应该是这样 既然看不到 我们只能在手机箱里看 比如这个32平方米 早苗 章茶 早苗 都是那里附近 多少 带车位 还要带车位 我们也不要管它是否公寓 6千多 刺身房 6千多 应该是公寓 但它说是没有5年 最好选择生意亏损 就算以前这些公寓 插埋了1万多元一方 现在已经斩了 现在都已经7千 10-20万有 往后的就开始住宅 是 我们想看住宅 千灯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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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千多 分岗北 地铁口 它这些就是公寓 这个公寓写着 低于市场价10万出 看来真是 这些房子也是跌了 这些就是二手 你不要见一张照片 这么烂融融 其实就是装修过的 几千吗 25万平方米 7千 7千元 即是这些 即是旧区的屋 类似现在这些是小区 即是如何装修 往后就是 有些装修好 有些未装修好 这个又是那种旧屋 这个不是公寓 双层的都是公寓 这些都是公寓 很多都是公寓 公寓也没什么问题 有些公寓也很漂亮 有些公寓 这些20多万就没什么所谓 公寓就是管理费更贵 是的 这个不是公寓 这个是5千多元 这个是5千多元 不过它未装修 先说明 50多元 大鬼霸 不是 是5千多元 说错 章茶 这个是公寓 章茶 但是如果有一间 其实我们都最喜欢是这种 公寓的好处是新淨一点 不用装修 但是就是干净的 但是就远离了市中心 也不是 当然是公寓才在市中心 是吗 是这样的 你以为公寓是在市中心 只不过公寓的有可能会商业水商业店 即是水电贵一些 水电贵一些 管理费贵一些 大家又便宜了这么多 但是公寓是没有学位的 不需要学位 就是这样 对 我想我们的观众 都未必会说 因为一个学位 没有学位 从国内升职 可能性是不同的 但是 它的地产中介 真的不像澳洲那些 保 wrist 所有的楼盘へ在门 ele 然后在附近都已离开 現在屈后 正是从10.3嚨 那阵子 佛山确实是好一起住的 每一个市区都没 Leslie 但不要太多将来 那些区就可以了 圍繞在市中心、祖廟、柬村附近就足夠了 雖然都是叫佛山 這裡是不同順德的 順德的公共交通工具並不是太發達 因為它沒有那麼大的需求 但相比之下佛山這裡 公共交通工具相比發達很多 簡單來說就是巴士夠密 順德基本上你都不要想 你等半個小時都沒有車 是的 而且它共享單車是挺規範的 路有夠闊的 就不用你踩出去外邊和別人鬥快 總會有一個風過 停車位比較多 又有這些小超市、生活超市 就不像說就是要你上網訂購 什麼泡泡那些這樣寄過來 是吧? 挺好的 不用說連買一瓶水也要想想 一是便利店 一是叫外賣快底 我神經病 沒有道理 所以它真的很快 住在這些地方 這些又不算很舊的屋 不是那種爛熊熊平房 瓦背頂那些就不行 那些基本上你不會買的 但這些就買得過 而且質量其實真不差 雖然在外面看來好像很寒酸 其實那個年代的屋子質量挺好的 真的 不像現在那些那麼薄削的 好像又說這裏那裏 是的 因為很多這些房改房 都是以前那些單位宿舍 它不惜工本整進去 因為想著自己的員工住 後來才變成在市場上交易 在對面又發現一間地產中間 不過只有酒馬燈在看 樓園小區 剛才我們那裏 吃糖水那裏 123平方米 一百萬而已 即是七、八千左右 是的 我都說七、八千 是的 是七、八千的 是不是 123平方米 剛才那個靚姐都說 裝修好了 都是一萬元左右 是的 差不多是這個價格 八十八萬 八十九平方米 這個可能裝修過 是的 有些裝修好 有些裝修好 有些新淨的裝修完的 肯定是一萬元左右 是的 一萬元以下 有些裝修久一點 八千元 如果想購買公寓的 你不用學位數千元 是的 現在公寓很便宜 七十六平方米 六十八萬而已 就是這些 剛才別人 喝茶都是這個 想住大一點的就是 這一種屋 這一種屋 即是以前的房改房 原色通常都 起碼七十平方米 甚至一百 公寓又小一點 如果只是 兩夫婦退休生活 其實沒有所謂 二十多萬 什麼 旁邊B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